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刘东辰 有请 帅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东辰 今年24岁 我来自河北苍州 现在是一名杂技演员 曾经做过厨师 装潢 然后那个室内铝合金门窗 就是之前的工作 都可以通过小喇叭介绍 是吗 但实话实说 这个会玩空竹的朋友 我们日常生活 见到很多 公园里很多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也会斗空竹 对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 这一般都上了点年纪的朋友 才喜欢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开始喜欢了呢 我舅就是从小 那个做杂地的 然后吧 他之前就是 也是演这个空竹 然后很炫 然后我看他演嘛 然后我就 开始慢慢地 喜欢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自己就开始 慢慢地学 那时候我在老家 然后农村嘛 然后就是冬天 然后下雪 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练 我们就会拿着一个毯子呀 在农村里边拿着几个铁柜 然后那个压上 啪它这个滑嘛 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 一点一点练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夏练三福 冬练三九 是吧 对 夏天真的是 就是太阳晒着 顶着大太阳 可能那个时候 就是真的太喜欢 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叫什么 干一行 爱一行 爱一行 是的 所以别看冬陈年纪 其实不大 今年才24岁 对 但是据说已经 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可以给大家汇报汇报 好吗 在这个2018年 我参加的这个 长熟金竹奖国际比赛 我就是当时得了一个 是个人展演金竹奖 金竹奖是最高奖项吗 这个奖项就是 在里边属于是 就跟全能似的 就是个人展演 综合能力的 对 综合能力 比较全面的 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我未来的目标 其实我是想上一上春晚 其实这是我的人生目标 这也是我的理想 是 可能登上春晚的舞台 是所有艺术从业人员 想要站上的一个高峰 没错 今天 想要上春晚来 黄金一百秒就来对了 因为这个舞台上的人 都没上过春晚 其实本来还想让你 都过多展示一下 但是我觉得还是保留体力 把最好的状态 最精彩的表演 留在接下来一百秒的表现当中 好 老师 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哦 帅的嘞 或许行 没事 下一个 哇 这是怎么跳的哟 挑战成功 祝贺东晨 很棒 还有我们的黄金大礼包送给你 期待更精彩的表现 加油